我不住你们家 我住哪儿啊 真的 不是 弟弟 你别告诉你爸了 行吗 不是 你这发展出快的 我这什么叫发展啊 我这是收回城市 你能有这进展 你知道你最应该感激的人是什么 不会是你爸 那必须是我呀 弟弟 从前往后 别开这人了 我给你换辆车吧 喜欢什么款 要不然你直接把这个拿去 你有这份小信啊 我心领了 我觉得我现在那天起 我这胯子我觉得挺好 不是 我真心诚意的 这个 不安全 我跟你说啊 我帮你 不是为了处你的 我爸跟我说了 不要让我随便要别人东西 我这么做 纯属是为了我姐的幸福 明白明白明白 什么 我知道 幸福 这 这话长期有效 行 那就先存着你这儿 等我有需要了 我随时找你 睡了吗 小姐 学小姐 起这么早 你这刚回来呀 还是要出去 自言诧异 我肯定刚回来呀 你们这些年轻人竟瞎折腾 年轻就要瞎折腾 要不就浪费了青春 你呀 别光顾着自己消费了 关心关心你爸爸 我爸 他又怎么了 没事 有什么你就直说 这都不是外人 对 不是外人 真不是外人 那个 你爸现在的情况 这不是刚回来吗 你妈又不在 是不是 不是 徐阿姨有什么你就直说吧 我昨天晚上喝了一小酒 现在还断片呢 我闻着你一身酒气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呀 你和你一起 多关心关心你爸 你爸现在身体不是挺好的吗 挺好的 那我还关心他干嘛 让他自己玩去呗 不是 你挺聪明一个孩子 你非要把话说明白了 你还是说明白了 我真听悟懂 前几天 你爸跟我打听 怎么找对象 有这个事 是啊 所以呀 你别光顾着瞎玩了 你爸 关心关心你爸爸 我明白了啊 全明白了 恍然大悟 我说他最近咱们老找事呢 青春鸡 躁动 你爸不是身体好吗 那确实应该躁起来 明白了 明白了 你放心吧 明白了 明白了 关心关心你 好 我一直以为我爸是更年期 没想到跟我一样 青春鸡 行啊 好事 好事 不好不错 你要觉得行的话 咱就弄一次 我觉得一点问题也没有 是 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征求一下 朱淡妞的意见呢 万一他又不同意呢 不过我觉得应该 没什么问题吧 这是好事 他怎么能不同意呢 但你说得对 还是尊重一下他吧 我发现你这不当警察以后 这思路开阔多了 这点子你都能想得出来 什么话呀 你是不了解我 我思路一直都这么开阔 真的 不是 搞一个联业会 这算什么思路开阔呀 以后这种词啊 我劝你慎重 省得你以后想夸我的时候 死熊 放心 没有上升空间了 诸家大少爷 最不缺的就是词 我给你机会 你争取多往上上升上升 你看你上升以后 不知道我怎么夸你 词多了去了 行 我等着 等你好好夸我啊 你妹是不是跟你挺像的呀 你说哪方面 也不特指哪方面 我不是在她画廊上班的吗 这你知道吧 当然要吃 所以啊 她是我老板 我作为员工呢 得了解了解老板 是吧 生活得方方面面的 生活 你别这么瞅我 我就是很单纯的 想了解一下我的老板 你心虚什么呀 我没心虚 我没怀疑什么呀 我也没说什么呀 没心虚 脸都红了 那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你脸红了我不看着你 怎么又白了 单纯的男女关系 怎么让你一搞得那么复杂呀 我跟你说啊 我妹这人啊 嗯 刀子嘴子都不信 是一个心地特别善良的东西 你对人好点 你对她好 她对你更好 明白我意思吗 同样是一家子 这哥哥跟妹妹差别太大了 妹妹是个好人啊 这哥哥 怎么着 哥哥不是好人 这哥哥更好 改天 约上来一起吃个饭吧 好吗 别去 我就觉得这样 单纯的上下级关系挺好的 别让你搞那么复杂 拒绝行回受回 行吧 阿波 回去 好吧 那个 前菜把账结了啊 知道 慢慢吃啊 嗯 拜拜 心底善良 有事吗 干嘛呀 干嘛呀 有事儿 走 进口水 走 昨晚没回来 别跟我说你跟那唱大波的那一集 让我给说对了对吧 去 三年 三年醒了 过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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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 真乖 你醒了 三年 来来来来 我跟你说话呢 你说啊 你说说你想找个什么样女朋友不成啊 你说说我这儿子这么帅 坐下坐下 再说到咱们那儿家屎你找个什么样子海归啊 博士后研究生的最低爷的也是本格生对不对啊 你少给我聊家屎 这不是救世会 又没着和亲 我问你 你是不是觉得人家姑娘要看着咱们家钱你就开心了 不是 我什么时候这么说的呀 再说的那个唱大鼓子不就涂你的钱吗 反正我告诉你 这是我的事儿 跟别人没关系 知道吗 当然跟别人没关系 我是别人吗 你跟妈说实话 你是不是就图个新线玩玩就算了 我不懂什么叫玩 反正我会继续跟他在一起的 你放心吧 不 什么叫你跟他继续在一起啊 你跟我说清楚 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啊 我是认真的 你以为呢 认真 什么叫认真你懂吗 你爸刚开始跟我多认真呢 结果怎么样 还不是让一个演员把他给拐跑了 对不对啊 那是你爸 他叫认真 我看你啊 真的是大车大物了 那你还担心什么呀 是不是 我能不担心 妈可是过来人哪 何况你又这么简单 你到时候让他给玩完 你到时候哭你都来不及儿子 你说完了没有啊 没说完呢 我就纳闷了 你怎么就让他给搞得五名三道迷迷糊 你说他多有心机 把你们俩的事啊 发到微博上 感觉他好像很支持你 实际上呢 让全世界人民知道 他就是你的女朋友 你要到时候跟他 哎 不好了 他说你是个陈世民 泼你一身脏水不说不 还额你一大笔钱 我看你是得了被害妄想狂了吧你 你别做生意了 改编剧吧 就这些 是个人都知道儿子 妈是担心你啊 你要真的是个捧场作戏也就算了 我跟你说 你立刻马上跟他分手 省得夜长梦多 到时候你哭你都来不及 说了 不是我别说完呢我 你